歡迎收看8月19號的 無二動起來 我愛動起來 我是林英文 美國職棒看華視 大谷翔平今天又開轟了 羅山基稻奇跟勝率紅雀三連戰的最終回 日己球新大谷翔平 敲出他本季的第39轟 連續兩場比賽敲出純雷打 另外7月底上位復出的 賽洋長頭Cretton Kershaw 這場比賽主投六局無失分 幫助稻奇以2比1擊敗紅雀 也拿下他個人本季第2勝 Kershaw從前面的肩膀疾病 他最後一季的肩膀疾病 他在60天的肩膀疾病 3擊敗 還有1次的肩膀疾病 好消息 賽洋長頭Cretton Kershaw 7月底商譽復出之後 抵五場先發投出代表作 分季熟度投完六局 也是第一次50分 2-2 count 他獲得Kontreras 這場比賽殊童儘管只送出兩次三陣 但也僅僅被敲出四支安打 主投六局50分 球迷都懂 想要拿勝投 沒有打線火力支援也沒辦法 大鼓翔平挺身而出 奧塔尼嗓連是兩場比賽炸裂 儘管本戰五個拿十五吞下兩K就只有這支安打 但是在投手戰當中至關重要 在第五局到齊就靠著這一轟以及一保送兩支安打 再進帳第二分 中場一2比1 1分之差 擊敗紅雀 先發投手Kershaw也收下本季第二勝 華誌新聞送一張靈魂報導 再來看MLB這個特別的美技守備 馬鱗魚做客挑戰大都會 在第一局上半 馬鱗魚中外野手 他是先揭殺了一個深遠飛球 隨後撞牆倒地 但是他馬上把球拋給補位的右外野手 而右外野手是趕緊再將球回傳給二壘手 二壘手轉傳回粉壘觸殺 跑者出局 完成了罕見的8942雙殺手臂 而這也是大聯盟124年以來 第一次出現的雙殺美技 棒球場上的手臂美技千奇百怪 但這個case你絕對沒有看過 再看一次 馬鱗魚中外野手Derek Hill 接殺了這個深遠的飛球 在撞牆倒地之前 趕緊把球拋給補位的右外野手Sanchez Sanchez再傳給二壘手 二壘手Lopez再傳回本壘成功的觸殺跑者 完成了這個MLB從1900年以來 首次出現的8942雙殺美技 這說是今年度最棒的Jerry手臂也不為過 而說到了特殊雙殺手臂 今年MLB不只這一場 在菁英跟白襪比賽的這個play 也非常罕見 這不就是個普通的內野高飛必死球嗎 怎麼會一次兩個人出局呢 原來是菁英游擊手Handerson準備要接高飛球 但白襪二壘跑者回二壘擋到了向前接球的游擊手 構成了妨礙手臂 因此二壘跑者背叛出局 就成了再見雙殺手臂 在球場上手臂是電光石火 考驗著反應也考驗著觀念跟運氣 出其不異的play 這就是棒球讓人著迷了一部分 華視新聞楊智復報導 回來關心中華直報 在18號晚上魏璇龍在主場迎戰富邦漢將 19歲的內野手劉俊偉 被一顆156公里的火球砸到了左側腹部 他當下痛到倒地還抱著肚子翻滾 接著被單架抬下場 而初步經過X光的檢查 劉俊偉的肋骨沒有斷裂 不過他是U23世界盃的選手 能否趕上集訓還有待觀察 魏璇龍8月18號在主場迎戰富邦漢將 比賽達到九局下敗 但有不幸的意外發生 哎呀 痛啊 真的痛 這個真的痛 157 哇 劉俊偉現在 哎呦 這個真的痛 希望他不要有事 魏璇龍19歲的內野手劉俊偉 被富邦漢將的富蘭哥 投出的156公里火球招呼 小排球直接擊中他的左側腹部 讓劉俊偉痛到無法動彈 甚至右腳還因為劇痛不斷地抽動 連富邦的總教練陳金鋒都尚請關心 趕快出來關心一下對手 他也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情況 哎呦 哇 真的是熱骨啊 因為那個護走來不及盪 倒在地上的劉俊偉無法自行起身 醫護團隊拿出單架將他送醫治療 在場面的龍迷看得心疼不已 雙手何時才為他祈禱 劉俊偉不只是龍隊去年選秀第一職名 近期還扛下了主戰遊擊 也入選為U23世界盃的國壽 好消息是 劉俊偉初步的X光檢查 骨頭沒有大礙 隊友林成勳幫忙PO文報平安 劉俊偉拍自拍照 說自己沒有事情 甚至隔天還可以先發 雖然初步診斷他的肋骨沒有斷裂 但還要進行詳細的MRR檢查 而U23世界盃棒球賽是從9月9號開打 原本劉俊偉預計要在8月26號 前往中華隊繼續 如今碰到傷勢狀況 魏全龍的總教練葉軍長表示 等到傷勢檢查一切沒有問題 他就可以按照原先的計劃 加入國家隊的行列 環境新聞 林秋葉報導 剛落幕的2024巴黎奧運 顯示運動員展現自己的絕佳舞台 像是地主法國男籃的球員 高雄亞布瑟利 確定相隔5年之後重返NBA 亞布瑟利在奧運平均每場比賽 可以拿下14分 而金牌戰更是在 沾黃LaBron James面前扣籃 讓球迷留下深刻印象 而根據多家的外媒報導 費城76人跟他簽下一年210萬美元 大約是台幣6700萬元的合約 確定繼2018年之後重返NBA 而他也將跟放棄法國籍 加入美國隊的9AMB成為隊友 巴黎奧運落幕之後 緊接著為身心障礙者 所舉辦的巴黎帕運 8月28號就會登場了 還記得在巴黎奧運沙灘排球賽 在埃貝爾鐵塔旁邊來舉辦 外界視為說這是全世界最美的比賽場地 而現在這個地方為了帕運搖身一變 改造成了市場足球場 還增加了很多的細節 一起來看看 世界級的建築物 埃貝爾鐵塔成了運動賽場旁 最美麗的風景 巴黎奧運期間 這裡搭建了沙灘排球場 所有賽事都在這裡舉行 包含地主法國隊在內 還有各家外國媒體都稱讚 這絕對是全世界最美的比賽場地 然而奧運落幕 為神心障礙者 所舉辦的巴黎帕運 要來承接運動風潮 沙灘排球場正在變身 改建為適合帕運選手比賽的場地 將要成為市場足球場 原本大家看到地上有400噸的沙子 其實沒有不見 而是通通移到了足球場的下方 因為市場足球是個聲音很重要的運動 他是舞隊伍的比賽 除了守門員之外 其他的選手必須戴上眼罩 靠著場邊教練團的指示 還有足球發出的聲音來引導 而沙子則是可以協助減少噪音 市場足球員必須聽音變畏 所以除了用沙子降低噪音 現場觀看比賽的民眾 也不可以發出聲音 而接下來巴黎帕運 就要在8月28號開幕 大家可以延續熱情 繼續來關注運動員的精彩表現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